我就是办公室最靓的仔 莉莉 我们现在连穿衣服 都这么有默契的 走吧 女朋友 好的 男朋友 都烫烫了 待会儿你想吃什么 都行 那我先走了 等一下 送你一天的好心情 好事成双 再给你一个 你俩上班了还是谈恋爱 上班就好好上班 谈恋爱就回家去谈 就你们俩这工作态度 公司早晚得倒闭 那你快去忙吧 我也走了 好 拜拜 你尝尝这家乌冬面特别好吃 是吗 你尝尝 怎么样 确实很好吃 就有点咸 咸吗 咸吗 嗯 我 我觉得可甜了 你在哪儿学的 这还用学 无师自偷 自学成才 是吗 还有这种招说 其实刚开始啊 我也觉得这个赖绿叉特不行 特心机 但是后来吧 跟她接触了一下 我发现 她对姜江应该是真心的 因为你想 她能偷姜江什么 一没钱 二没脑子 三没身材 脱胆啥 脱胆好生养啊 总之这个赖正仪不诚实 他们就是不合适 一定要分开 这是江湖少年行的后期制作报告 我已经整理过了 你看看 听说昨天有人送你花了 是谁啊 快个棍 我也不清楚 匿名送的 匿名 以我的直觉和嗅觉告诉我 那人就是赖正灵 你们俩最近关系不一般 走得那么近 是不是有点傻 没有 你想多了 那种灵吧 她虽然皮了点 性格傻了点 但是人还算帅 可以考虑一下 她还只是个小孩 对我只是一时兴起罢了 再说了 我现在还不想谈恋爱 只想好好工作 这个事意和爱情 你的良所 好了 话题终止 来 工作 爱情还是很重要的 工作 看合同 她还是挺帅的 签了 她一直都 会 关系